我已经问了好几家药店了 都没有退烧药 我再跑几家看看吧 哎 兄弟 要退烧药了 是啊 大人还是小孩啊 小孩 我这有儿童的退烧药啊 我跑了那么多药店都没有药 你居然有药 那必须有啊 我有渠道啊 你现在正规药店没有的药啊 我这里都有 你要儿童退烧药是吧 来 这个家 200 现在这种关键时刻 200块你想买到儿童退烧药啊 2000 2000 你知道是平常药才卖多少钱吗 你现在开口要2000 你也知道那是平时啊 那现在这种情况它是平时吗 我告诉你 你今天是运气好遇到我 你信不信你这次要是错过了 下次遇到我 那可止不定底签了 你这趁着疫情发国浪财啊 你还有没有良心啊 你现在出去打听打听 感冒药 退烧药 口罩 消毒水 抗原试镜 你现在加价你都买不到 为什么外面加价买不到 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 现在全国都在缺药 这个谁不清楚啊 我们缺的是药嘛 是太多像你这样缺德的人 我国是世界第一制药大国 我们会缺药 你们这些人 在网上发布一些不实消息 造成民众恐慌 没病的人囤一大堆药 有病的人却买不到药 像你们这种大方搏烂财的 迟早要遭报名 你骂完了没 你到底买不买 不买我走了 要不是家里孩子等着 你先给我拿两盒吧 你先给我拿两盒吧 感谢观看